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加上世界杯后回归的保利尼奥 高宝塔组合凭借三人之力 把广州恒大重新拉回到未免中超联赛冠军的道路上来 塔利斯卡赛季出恒大队以拳华般的姿态迎接中超联赛 外援方面仅引进了古德利做了补充 卡纳瓦罗直较下的广州恒大淘宝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进攻攻不上去 防守也守不下来 半个赛季下来 跌跌撞撞一路丢分一路愁 球队也失去了过去几个赛季的统治力 一度卡纳瓦罗的帅位也岌岌可危 塔利斯卡好在世界杯来了 给了恒大喘息的机会 许家印老板大手一挥 恒大还是要在足球道路上坚持继续投入的 保利尼奥回归了 塔利斯卡来了 古德利 金英权走了 阿兰被牢牢按在替补席上 卡纳瓦罗的笑容也多了 最低消费也回来了 塔利斯卡塔利斯卡是很好 但恒大当务之急 就是要把租借合同转化成正式的劳动合同 目前塔利斯卡归属本非卡队 但本人已经和本非卡闹呆 租借期结束后回归可能性不大 但是基于塔利斯卡的人大有人在 曼联主帅穆里尼奥就非常欣赏这位巴西射手 面对欧洲众多豪门的竞争 广州恒大淘宝的唯一优势 就是钱 转汇费没问题 薪水没问题 转汇调节费也没问题 此外 塔利斯卡也想效仿保利尼奥的道路 重回巴西国家队 不知道恒大队友会不会在主帅面前多多美言几句 毕竟保利尼奥往返巴西比赛能享受到许家印老板的私人专机待遇的 多带上一个塔利斯卡也不多嘛 喜欢就点赞关注女王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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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